大家好,欢迎来到地理资料与地图课介绍的这一节课程 那这一节部分我们会介绍的是地理资料的一些格式 还有地理资料在网络上要去哪边查询 那首先一样再请大家找到我们这一份GIS地理资料应用的文件共笔 在地理资料与地图课介绍这个分页点击进来之后 我们在之前有介绍过许多的主题地图 有很多的地图应用的案例 那接着在中间这个段落 有一个叫做地理资料要去哪里找的一个文字段落 这部分呢我们其实也列举了很多在政府部门的资料级的平台 比如说画面上你看到的是像政府资料开放平台 那政府资料开放平台 顾名思义是政府部门把许多的资料级汇整在一起的一个平台 所以我们在思考地理资料要去哪里找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直接到这个政府资料开放平台上面 那它有提供的是用关键字搜寻的方式 举例来说我想要查这个台南的美食店家 那我可以在搜寻栏的部分写 例如说餐饮 那用这个餐饮的关键字 你会看到有相关的资料级 那在左手边这边也有一些县市的进一步的标签去选择 就是说画面上呈现的是跟餐饮有关这个关键词所相关的资料级 那左手边你可以进一步去选 例如说这边有四笔资料 你可以选台南市 再按这个筛选按钮 就会出现是属于餐饮关键字 然后是以台南市政府提供的资料级 那在画面上我们就会看到现在有四笔资料 例如说第一个是银法族服务的老人营养餐饮的服务单位 第二个就看起来比较像是我们如果要找台南饮食美食店家的一个资料级 那第三个它是一个低碳餐厅 第四个是餐饮优良 卫生优良的店家等等 那我们假设点选这个第二个台南餐饮 会进到这个资料级的专属页面 那这时候其实你就已经开始看到这样的一个资料级的一些描述 包含这样资料级的名称 那在这边的画面上你会看到有个叫做主要栏位 它的意思是说明这个资料级里面包含什么样的栏位 那实际上这个资料级 它是在描述美食店家的位置 那你可以下载这个CSV的资料 在之前 我们待会也会介绍CSV它是什么样的意思 它其实是一个英文的缩头字 它表示的就是说用逗点来区分一些资料格式 这样讲也是蛮抽象的 那我们可以直接回到地理资料的页面 我们有把这样的资料级做一个demo 所以回到共笔文件这边 在地理资料级要去哪里找的段落的下面呢 我们其实也有附上了叫做常见的简称 资料的格式 还有资料级的方式 其实这些都比较常见有一些英文缩写的描述 像我们刚才看到台南餐饮 它是一个叫做CSV的格式 那你在这边资料格式的列举 我们社群朋友其实都有帮大家去列的 比较常见在地理应用 地图资料上面 大家可能口语上会用到的说头字 在CSV这边你可以看到 在向量资料级叫CSV 它是叫Commas Separated Values 那口语其实我们都常常叫做CSV这样的描述 那也是一样 那我们这边有列了一个台南美食店家的一个资料栏位 我们点开来看一下它大概长什么样子 在画面上你会看到我们实际上把这个CSV的档案打开来之后 好像看起来都是很多文字 那你会观察到 例如在第一列 这边有一个比较特别的 好像看起来是很像栏位的标筒 有第一个叫ID 然后LNG G 逗号 Name 逗号等等 那那个Common的意思就是逗号 所以它用逗号的方式去记录每一个栏位 它的这个第一个栏位叫ID 第二个栏位叫Lang 第三个栏位叫Name等等 那实际上这些栏位的标头下面对应到的资料呢 在第二列 像这样的标权出来的范围 就是一笔资料 所以它的ID呢是1052 它的Name呢是核心冰果簿 所以有这个用逗号的方式来对应说 第三格或第四格或第五格对应到的资料 其实它本身就是你丢到Excel或者Google失算表 它就可以呈现成一个这样子表格 有个化的一个资料集 好 那这个其实是可以当作地理资料的一种格式 那我们还进一步看一下 它大概放在地图上面会长什么样子 举例来说在地理资料这个地图课页面这边 我们也有放了一个呈现在地图上会长这样的一个连接 你可以点击进去看看 那这一份连接呢 我们是放了比较常见的点线面的资料 那我们也都以台南市来做一个举例 所以点的部分刚才提到餐饮的店家 我们就下载了刚才中央政府这个资料平台上面的资料下来 再把它丢到这个服务叫Google My Map上面 所以在画面上你会看到有一些好像红红的点位 那蓝色的部分是我们另外下载的叫公车的路线 这是一个线的资料 那还有一些是框线的部分 是台南的行政区 所以看起来你会看到一个南华区的一个范围 或左证区的范围 那这三个资料呢 我们分别都是用图层的方式去做套地 所以假设我先把图层都关起来 我们先看第一个刚才介绍到的点位的资料 所以实际上刚才这些很多的文字串 很多的逗号分开来的资料集 其中呢其实有坐标 就是精度的坐标 纬度的坐标 所以精度纬度的坐标就可以定位在地图上面 也是画面上你看到的每一个坐标 它对应到是哪一个店家的位置 那刚才提到第二个公车的路线 它是一个线的资料 所以也是一样画面上你看到不同的公车路线 它有不同的线条 那行政区的部分你也可以打开来看一下 这是一些范围 那我们就是让这个面状资料的中间是镂空的 所以你就比较方便看到 就是框线下面的一个地图样态 所以我们通过很简单的展示说 刚才在中央政府资料平台上面的 柴南餐饮的一个资料集 然后你发现到它是一个CSV的档案格式 那你如果不懂这个格式的部分呢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那你可以回到我们的共笔页面 在常见简称 包含资料的格式 资料取得方式里面 你可以查一下 例如说你在资料平台上看到一个叫CSV 你就查到这个段路 那我们讲师群们会陆陆续续把 例如说其他的种类叫 share file 这一种格式也会举例一些案例 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行政区的范围 它就是一个share file的格式 它是比较可以 汇整就面状资料的一个资料集的方式 好 所以这部分 我们还列了蛮多的 我很快跟大家介绍 像KML 又是另外一种格式 还有一种叫GeoJson 也是一种格式 那我特别会在这一段影片 特别念一下 是因为 其实有时候我们看KML 到底怎么念 或怎么样跟别人沟通 可能还是有一个念法 所以KML 其实不会用发音的方式 会直接念出KML这三个字 但比较特别像GeoJson 它也是一个地底资料格式 但你会听到我的念法是 GeoJson 那实际上 这个发音可能 单看这个文字里面的拼写 可能不一定知道它怎么念 所以可能真的要听一下口语的讲法 那未来你如果遇到一些资料格式 发现到它是GeoJson的话 你可以再来这边看到一些格式的介绍 跟延伸阅读的材料 那还有一种 特别来描述叫面状资料 叫Polygon 这是像刚才行政区的这种面状资料 所以这一部分 我们在搭配着前面的资料平台 你可以去这些平台上面 想要用的中文关键字去查 那查到了资料集的格式 你可以先对照一下 是不是属于地理资料类 那你如果任何的疑问 如果你好奇某些资料主题 然后查到一个资料集 但是你不太知道怎么打开的话 你可以在自己的HackMD的作业区 待会会介绍 可以描述在那边 方便大家来看到你的提问 那除了政府资料平台之外 那还有许多的像社会经济统计地图 地理资讯网 或者像华属这边看到像国网中心的资料集平台 民生公共物联网这样的平台 那中文院也有一个叫做资料集存所的平台服务 这些的地理资料或者是广义的资料平台 其实都可以查得到很多的资料集 多半是以开放资料的方式释出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找特定的主题 像刚才讲的餐饮店家 你想好一些关键字之后 你到这些平台上面来查查看有没有资料 那有了之后再进一步来看它的格式 那再进一步就可以看到 你能不能下载这些资料 那在关键词的用词提醒上 我这边也分享一些经验 举例来说我们刚才想说 我们找台南的美食店家 实际上你是要用餐饮来找 还是美食来找 那甚至我这边也有列出一个叫乐活名摊 这个是新北市或其他县市的用词 他们其实都有在描述 大概类似同样的这个美食店位 美食的地址 只是大家用的关键字 资料级的名称是不太一样 所以有时候你可能要转换一下你的用词 多试看看一些查询的方案 那如果你对于特定领域是有 不管你是熟悉或不熟悉 有时候这个资料级的名称 它会比较倾向于这个行政部门的业务专业的用词 举例来说 你如果想要找这个你住家附近的水沟的分布 你用水沟去查的话 就水沟这两个词去查的话 其实没有办法查到比较到位的资料 你反而是要用下水道与人孔 这两个在相关的下水道工程的领域里面是比较正式的一个专业用词 那这部分其实也是比较对大家可能一时间没办法理解的部分 所以我们还是有开了一份共笔去收集 像这样子可能在查找经验上的小技巧 或者你对于某些专业领域是比较熟悉 你也可以来共笔这些怎么样下关键字才能找到资料的一些经验 那我这边再另外列了 在这些平台上都是可以用资料级的关键字去查 那除了这些关键词查询的情境之外 例如在OpenStreetMap 这是一个全球的可以协作贡献的一个地理资料库 那它的这个查询方法或它里面有哪些资料 其实你也可以用OSM作为一个关键字 OpenStreetMap去查询 那还会有相关的介绍文件 那上面有很多像是这个道路或建筑物的一些地理资料 其实是以开放授权的方式释出 那在第二堂课我们会介绍一个叫UMAP的工具 是可以去呼叫它的资料库来使用它的资料 那第二个部分在卫星影像的来源 那我们这边社群上有一个共笔去盘点 比较常见在台湾 不管是可以浏览到的卫星图字的来源 或者是可以借接的图字来源等等 所以你如果对卫星的影像资料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先看看这份共笔 以及我们在第四堂课 有邀请了水土保持局的技术研发小组的同仁来分享 他们建制的一个叫BigGIS的卫星影像图台 所以图台上面就你可以在那堂课听到更多关于卫星影像应用 应用他们的图台来浏览的一些服务 那还有一些是关于立体的资料 就是像建筑物它有楼高 有高度 那这一类的资料目前中央政府也有在做整理 也希望借接释出给大家 所以你如果对这种立体维度的资料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到这个立体三维国家底图来查询 所以在资料查询的平台介绍完毕之后 你会看到一个叫常见简称这个段落 那这部分其实是感谢台南与中 在三月份的淫队场次的同学 他们有回馈说 我们常常看到这些CSV 或者像WMS等等这种缩头字的描述 那他们觉得这个 比较好奇说这些缩头字的用词 那因为这些词在中文 基本都比较没有中文用语 所以实际上社群在协作的过程 在沟通的过程 还是会用这些缩头字的英文来做描述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列了像像量型的资料 点线面的各种答案格式的所写的 名称 例如说刚才有介绍到的CSV Shift File KML GeoJSON Polygon 面资料等等 那我这边顺着在介绍 除了这种点线面 我刚才介绍这个 美食店家 公车路线 行政区范围之外呢 也有很多在卫星或者立体维度的这种资料级的格式 他们统称叫网格型的资料 网格型是Rester这样的一个名词 那卫星资料的名词叫Satellite Image 那我们在国内其实你常常会听到像浮卫卫星 那浮卫这两个字意思是浮尔磨砂卫星的说词 那关于浮尔磨砂卫星 浮卫五号浮卫二号 这些卫星的进一步介绍 你可以点选这个网址是太空中心的相关延伸的文章 还有简介 甚至你会在他们的网页服务上面看到这些卫星的一个图符影像 还有一些词叫做遥测 遥感探测 叫Remote Sensing 那这一部分就是指广义的从人造卫星或者飞机 对于地面所观测的一些光波的资料 除了我们肉眼可见的可见光之外 还有很多像紫外光红外光的波段 这些波段其实都可以拿来做很多的应用 那我们在整个资源共笔的导览列这边的资源分项中呢 你会看到有一个叫做卫星图字能做什么的一个页面 其实上面收集了很多卫星光波波段的图字应用的方向 跟这个案例 你就可以来这边看看有没有什么案例 是应用这种摇杆探测的资料来做发挥 还有一个叫航照 就是航空照片 意思就是可能飞机或者无人机 在航空中的行径中去拍摄的照片 所以这个无人机的缩头字 也常常是我们在交流上会用 叫UAV 那UAV的意思是做无人机无人飞机的意思 那口语上我们其实也会用UAV来描述 最后两个格式 一个叫DTM 一个叫DSM 那DTM它讲的是一个地表的模型 Digitalitarian model 所以实际上你可以再点进到这个格式介绍网页 它会介绍这个DTM 它其实是一个描述地表起伏的一个资料及格式 那DSM的意思是说 它的S是代表surface 所以除了刚才DTM是以地形 那DSM等于是包含像建筑物的起伏的楼高 然后可能树的树冠的高度 所以是有一个surface这个层次 所以有地形的叫DTM 有表面的叫DSM 那这些的缩头字的名称 其实当你在一些资料应用的过程中 你如果看到这些格式的缩头字 你可以再回来看一下 我们展示群帮大家整理一些延伸阅读的材料 或者当然你用这些 收头字直接在网路上查 也会查得到相关的延伸介绍 那在最后用语的部分 我还是介绍一下 有些用语它并不是来描述资料的格式 它反而描述的是叫做 资料的取得方式与服务 举例来说我们这边列决 第一个在资料取得方式的过程里面 有一种叫road data 就是原始的资料档案 所以像我们刚才美食店家 谈谈美食餐饮店家的资料 你可以下载到原始的资料 你可以下载到road data 我会有这样的一个讲法 那有一些资料 你没有办法拿到原始的资料 那有些资料会用透过API的方式 那举例来说 像你使用很多的这个公车的 公车是否到站这样的一个APP服务的时候 它的资料集 它要怎么样了解哪一台公车在什么位置 这个其实是交通部有一些公共运输整合的资料库 那这个资料库很庞大 那也并不是每一个APP服务 都需要你全部的资料库的内容 所以他们开发一个叫API的界面 让开发者去提供一些参数 那资料的主机端这边 它就依据你需要的资料 给你相应的资料 这个大概广义的称呼 就叫API的这个间接的服务 所以你也可以点选这个公共运输整合资讯服务 流通服务平台去看看大概API的服务的样态会是什么 那除了API这种 我告诉你我想要什么资料 你给我资料之外呢 有一种服务模式叫WMS 还有叫做WMTS 那这个图资服务的中文呢 一般会叫做图专的服务 也就是说它会把这些地理资料 做成很大的一张影像 那用影像的方式提供给你 那这个影像呢 你可以透过一些技术去把它呈现在你的地图服务上面 那或者你用一些GIS的软体 你也可以去借接这个图专的服务 那WMS跟WMTS的借接的一些工具 我们在第二堂课的协作工具里面也会介绍一些特定的工具有支援这个服务 那在第三堂课 另外一位讲师 Ronnie他介绍的QGIS的服务 他也可以支援这样WMS的借接 那举例来说 我点开来这个百年历史地图 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很多的历史地图 因为其实图服的档案都很大 所以他比较不太用原始资料方式示出给大家 但他也希望推广这些地理资料历史地图的应用 所以在中央研究院那边的地理资讯中心呢 他们其实就有一个台湾百年历史地图系统的图砖服务 所以你也可以在这个页面上再多浏览一些 这个所谓的图砖服务 大概可以怎么样的使用 好 那我们回到原本的共笔页面 最后像layer是图层 一层一层的意思 那图资他大概就指的就是说地图资料 不是我们常见这个图书馆系的图资的意思 所以以上是一些说头的一个描述 或者英文的格式名称 你在应用的过程 你在找资料的过程 如果发现到不太懂或不太理解的部分 你可以先来这边看看 有没有讲师已经帮你查好一些延伸阅读的材料 好那这边我们也先列了一个叫转档工具 那这部分会跟着包含在第二堂课 第三堂课 甚至在整个如果你准备期待 在筹备一些地理资料的专案的时候 你可能会需要一些转档工具 好那我们这个页面呢 其实也有收入在整个导览列这边 有一个叫做工具收集 有转档服务地图工具等等 这个页面呢我们收集了很多的 可能是格式之间的转换 或者一些小工具可以让你很快速的画出一些简单的地图 那这边我就不一一详细介绍 我们有一些次标题 例如说我现在画面上看到这个叫转档工具 像刚才有介绍一个叫Shift File 这个面状的资料或向量资料 它要转成叫GeoJSON的格式 或者是像这个KML格式转成CSV的格式 那所以这部分大概都是 你如果遇到KML格式 然后你想要转成CSV的时候 你其实就可以来这边查 那我想搭配第二堂课第三堂课 如果有遇到这样的转档环节的需求的话 你可以来这边找这些工具 那我们回到刚才的第一堂课的共笔页面 所以我们这部分介绍的就是地理资料比较常见的图台 你可以去哪里查询 还有一些资料格式的一些格式名称的介绍 以及像是转档的工具 那坐标系统的部分 其实网路上的文章跟介绍也蛮多的 也是一样你在处理资料的时候 如果遇到坐标系统的问题的时候 你透过问题来查询会比较直接 那我很快介绍这一篇文章是 国内的一些测量的专业者 他其实有帮帮大家归纳出台湾比较常见的一些坐标系统 包含像TW67 TW97 WGS84等等 那我们比较常见在Google上面 你如果输入精度纬度 它可以带你到某一个定点 那个叫精纬度的坐标系统 其实这些都有点复杂 那相互之间的转换 也有一些经验法则可以归纳 那这一部分呢 我们就先留给大家可以做一些延伸的参考 我们就先留给大家看